這次很好,我們在地鐵站打卡 因為我們有11款新梁足海報 其實也很熱鬧,因為有很多朋友都支持我們 我們去了3個站 在鐵路的沿線都會有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看到我們的新梁足海報就拍照,打卡 其實今早已經有朋友在Instagram 告訴我看到我們的海報 所以我遲些都會去打卡 一定會拍照,留念 難得可以在鐵路沿線畫有廣告 真的很值得留念的事 其實大家都很好,大家都很禮讓 很有秩序地拍照留念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大家對這件事都很著躍 而且很期待這個現出 所以這次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打卡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當然是這次很新的一個宣傳 這次我們是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 亦有很多分支一起參與 好像旅行團一樣 平時很少見到這麼多人 因為今天剛才我們是下班的時間 看到人山人海都很著躍 而且那些乘客 他們看到我們拍照 他們都很禮讓 因為在這麼繁忙 這麼多人的時段 都沒有人說影響到你們 我也覺得很難得 這件事是很難得 這次我們有十一款海報 因為一部電影 通常很少有試過這麼多款海報 這件事都是傳播方的師姐 他們想出來 希望通過各方面的造型和動作 吸引新的不同 平時看開小看粵劇的觀眾 因為我們這次的海報 亦都用了水墨畫的模式 所以各方面都比較偏向 有些詩情畫意的感覺 在水墨畫當中 其實都有色彩 但那個色彩不是一個厭麗的色彩 而是一個淡淡的 其實是一種浪漫的色彩 還有會有蝴蝶的元素 我想每一幅的海報 都是團體們很精心去設計 另外一款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和明哥的眼睛 會有一個蝴蝶的圖案 其實都是希望和蝴蝶的情意 是可以互相去複應的 我想在粵劇方面的海報 上面都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所以在今次這個新娘族裡 起碼我們有十一款的海報 每一款都很值得大家去打一張卡 或者細心去欣賞 這樣的感覺 我們各自然之間的海報